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近期深陷疑次诈领助理费风暴 不断有新市政连环爆料 近日网络民员四叉猫甚至po出一封关键检举函 自称内部吹哨者的检举人指出 高宏安男友李仲廷虽然以公费助理身份担任高宏安国会办公室助理 但几乎未进出委员办公室 更未进行立法院办公室实职工作 实际上是任职与永龄基金会年薪高达600万 与其他员工的薪资有极大落差 吹哨者质疑这笔非正常薪资一次拿来充当高宏安的政治现金 或许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永龄必须要讲她为什么值一个月50万 因为这个已经是高过一般人间NGO团体的这种薪水的水平了 跟一般的同样性质的性质结构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可能需要有更清楚的说明 或者其他基金会的工作人一个月可能拿个四五万块 他们当然会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你可以拿那么多 大家会觉得说你会给这个钱到底有什么目的 李仲廷的兼职助理风暴在各界爆料中越显疑点重重 面对同期助理透露他的出勤状况非典型 李仲廷则是回应 他负责全时段接听委员电话 不过就遭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庚仁阵营披露 他的健保并未挂在立法院 貌似是兼职助理 但从高宏安办公室的加班费请领名册中却发现 李仲廷在一个月内的加班时数高达46小时 究竟是全职助理还是兼职 让外界就像是物理看花 有零机会给他50万 他等于是在那边专职 然后另外你在高宏安的办公室 又是专任的工费助理 你等于是两个专职 你根本没有来立法院上班 你却领工费助理的薪水 你还报加班费 你根本可能没有来没有加班 然后没有加班还去领加班费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诈欺行为 所以我觉得高宏安不能用说 他跟总局的这个什么line啊 日前林庚人也加码爆料 指控高宏安要求助理上缴款项 作为个人支出 秀出的明细包括委员洗头 制装费 以及购买日系限量玩偶和卸妆棉等项目 甚至出现民众党团会议餐点费用 对此高宏安则反驳 公积金是员工自院上缴 私院支出只是助理带店 事后都有向他勤款 你任何的办公室的运作 有他的行政费用 有他的行政支出 这个不应该由助理来支付啊 而且我们看起来就是他公积金 也不晓得每个人缴纳的标准回合 而且你当初你也没有跟助理事先讲说要缴销这公积金啊 那今天刚才说他们是支援的 那请问你凭什么说他们支援的 那今天就是因为很多助理不爽嘛 你叫大家缴工积金 就钱都是你应该还要在用 去吃大餐 你去提供这个民众党的秘书长 他去饮宴这个机制的媒体 这个根本就是不乐之爵嘛 而且是夹工积司嘛 不管是他的薪水或他的加班费 那都是我们纳税人缴的公帑嘛 你拿这个纳税人缴的税 然后你又捐给这个公积金 然后让民众党的秘书长去使用 那不是国库共党库嘛 林耕仁原定今日要前往调查局北极站 递遭高宏安涉探相关政治 但上午却突然取消行程 对外说明要让选举回归正常面 高宏安小姐他不是坏人 他本身也一心就是要争取 为新竹市民服务的机会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爱护地方的人士 所以我们不希望用征颂来增加这些纷纷扰扰 林耕仁阵营态度180度大转变 学者认为可能带来这样的影响 你昨天开机人还在骂高宏安 他就叫方凯承词 结果现在突然说他是个好人 这个大家一定会认为说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要不然你是受了什么压力 要不然你是因为拿到什么交换的条件 所以说你整个松手了 我觉得这个理由说不通 你这个时候忽然这样子转变 我觉得他这样做其实是刺伤 你第一个你伤到你林耕仁自己 你像骨头蛇尾 忽然这样子就转下来了 那大家一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这个对林耕仁本身是很大的伤害 对高宏安也没有直学 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是进到了司法 在哪去要侦办 不可能停止 这不是民事纠纷 再来就是对民众党 对某民党在当地的形象 都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面对检举韩爆料和南营态度大转弯 原定今天在立院直询的高宏安 下午临时改为书面直询 避开媒体 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新竹市长选战 目前看来还是变化莫测 记者萧全云采访报道